- 按摩字幕 螢幕 蘇聯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找到國師出來跟我們說風水 國師! 嗨! 柚之偉! 上次我們說了12生肖的風水 國師上來,當然是抓住他 再找他問一下 其實 我們講車的風水,很多人擔心車牌 那號碼來不來我,是不是經常那些什麼三條八、四條八、一六百 那些什麼號碼,是不是真的那些數字是特別當旺的呢 Hippie不愧為這個大師 我覺得他越來越厲害 好本智,好本智 因為剛才他說的號碼,事實上是真的漂亮的 一,中國人傳統都喜歡這些所謂的一路法 一、六、八 而事實上,如果說風水的運的話 現在2004年到2023年就是這個叫八運 八運,八仔就真的當打當宅 加上中國人八八八發發發發 故此,八仔無疑在車牌的號碼也好 電話號碼也好,門牌號碼也好 其實這些都是特別有利的 所以各位車主,如果在車牌去投的話 其實八仔一直以來都是深受港大的車主歡迎的一個號碼 亦有很多人搶一下 沒錯 風水學上,風水學上真的有什麼天桿尼姿 或者什麼八字,它有一個漂亮的東西 因為它的萬事萬物都有陰陽五行 包括它的號碼也有 其實現在說的術數,坊間有很多 譬如說電話的算命,車牌的算命也有 譬如說一組字眼,它每一組字眼都有它不同的意思 譬如說一代表桃花 所以如果特別想有利於桃花、人員、銷售 一仔就是重要的 八條一的車牌 二代表孤寡 比較不是有利於健康之類的 它是比較退運的 所以耳仔的運就比較差一點 即是如果你拿了字號,車牌有四個字 你不能把妹 一般妹 除非它的八字裡面 就是剛才Hibby所說 它很需要討厭 它八字裡面很需要討厭 那麼二、五、八都可以 就回到暈了 就回到暈了 因為加強它本身自己的需要的元素 但是如果從數字吉空而異 一是桃花 二代表孤寡 三代表是非 三是是非 但它是屬什麼 木 屬木 除非你說什麼是非 生生猛猛 這些就屬於二頭 但如果從風水角度 三代表是吵架、咬喬、喵煞的意味 如果我的八字是需要屬木 那我們可以選四 雖然中國人經常說四四聲 身聽頭覺得不好聽 但其實風水來說 我們說放一些叫富貴竹 放四支的富貴竹 吹旺文昌放四支的叫毛筆 其實四是文昌數 是代表智慧和頭腦的 所以我一個四仔的話 如果你說 我是做作家的 我是做作曲的 我是做作者的 那些一代表一、四 這些其實都是對的 一四同工法科名 筆名就叫四 我叫一四 一四 煩蛇 一四 九樣九樣 所以四代表文昌 五就不是聽每個五 而五代表災禍 叫劫素 所以五仔是一般的 如果是一到九 五行屬土 那什麼人要的話 都是它的八字裡面 需要一些土的元素 那這些二、五、八 其實都可以需要的 不過其實如果二、五、八 為什麼不選一開始 我們所說的八號仔 嗯 選到就好啊 是啊 所以如果說頭去買的話 其實不妨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號碼 所以 好了 五之後就到六 六是什麼? 六就到事業的粒星了 事業 對事業 七已經是退了氣了 剛剛才說了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是百運 七其實已經是退運了 幾十年前 對 已經過了氣了 所以七亦都代表縮煞的意味 如果說開車的話 如果用七其實就不太好 就是有一點七嗎? 對 就是一般的 特別是六和七就不能夾在一起來用 六和七就真的很六七 對 因為六七代表膠劍煞 就跟金屬的意外有關 我還沒解釋到 對 搞笑也可以 不搞笑也可以 不搞笑也可以 很糟糕 對 金屬劍 對 又對 又對 所以要怎麼化解呢 要看我們前幾輯 你各眼的新潮 要買什麼車的牌子和顏色 也說到八 八剛才也說了 它是當運 當打當擇的吉星 代表財運 田產 所以八仔的話 現在真的挺吃香的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這個號碼 最後就是九 八就到九 八逢九 就代表一些喜慶 所以現在的九 其實是一個叫進氣 未來生氣的星 喜慶的星 所以統一而言 各位觀眾 一到九 其實你深水清 不妨可以選一些八 九 一 六 就好一點 一六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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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就比較普通 因為它是應讀書的 而且 怕有些人認為四四聲 就不太好聽 其次 二 三 五 七 其實就是空聲 如果用起來 大家就要提防提防 但現在很多自訂車牌 應該有些英文 如果英文 就真的配合社會潮流 然後去選擇 例如A是1 B是2 這樣去數回去 那去到九才有變回1 九 哪有變回1 零呢? 零是沒有 零是看之前的數 例如105 一個零 就看1 即是11 咦? 即是百搭 對 因為零沒有這個數 只有1到9 9只有1 那麼11 21 看尾數 不過這個呢 就涉及到那個層數 住那幾層 哪一層樓 比較多些 但是你說配搭的 11 89 這些都是吉星和吉星的配搭 亦都有一個好的情況出現 嗯 真是掌紫色 真的現在才知道 對 所以選擇那些號碼 一些叫做飛星的配搭 飛星組合 好了 那方位或者位置又如何呢? 如果說到方位的話 今年西北變就是喜慶星 對 如果我們看前幾輯的觀眾聽眾 我們不是一顆星叫紅聯星 對 如果去那個地方的話 去人求婚 當然要去一個喜慶的地方 今年喜慶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西北變 西北 即是屯門那邊 沒錯 今年那裡叫喜慶位 其次就是正西變 正西變就是那個叫桃花位 正西大嶼山 深井 荃灣 那邊 如果當地鐵的紅色線 那邊也是有利於桃花 反過來 如果說走到東面 今年就是事業星 事業星是東面 香港的東面 東面就是將軍路 觀塘 西貢 那些地方就是東面 其實這幾個方位 都是吉星的方位 相反 空星有兩個地方要留意 一個就是東北面 不是 一個就是東北面 一個就是西南面 這兩個方位 就是剛才所說的 二仔 和五號仔 到的地方 東北面就是那安山 是的 就是二仔和五號仔 就是車牌有這幾個號碼 那邊 更加就會一般 當然 也要聽回我們剛才 前幾輯說的生肖裡面 你有沒有吉星和空星 如果吉星比較欠鳳 空星比較多 再走到這些方位 再加上八字 各樣東西 可能今年的榴槤比較差 更加 今年的榴槤比較差 咖啡仔 一毫再抽 是的 再次 快水果更多 再次卯出相合 是的 所以故此 這兩個方位比較差 其他方位 比如東面 西北面 西面 也是吉星道的方位 其他那些比較 比較閒一點 比較忠誠一點 比較忠誠一點 對 這個就是方位 大家可以參照一下 對 多一點都說回 都是術數而已 沒錯 最重要是 小心駕駛車 小心駕駛 千萬不要 我熟暑啊 我今年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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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熟牛 好啊 然後走去亂來 這個大家要恩應翻譯 沒錯 今天謝謝國師 謝謝國師 再見 拜拜 拜拜